美国海军7艘航母满血复活 刚露獠牙之际 山东舰就有新的动作 不知这次要执行什么军事秘密任务 尽请关注 据美媒最新报道 美国海军正大力宣传 在其装备的11艘航母中 目前已有7艘 在击退新冠病毒疫情后驶入航程 现在美国海军有7艘航母在海上航行 这是很少见的架势 在脸书网站上 美国海军这样写道 在世界各地 我们已经驶入航程 并且做好准备 配图是里根号 福特号 林肯号 尼米兹号 杜鲁门号 罗斯福号 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照片 7艘美军航母中 有4艘在太平洋上航行 包括西太平洋的里根号 和罗斯福号 以及美国西海岸的尼米兹号 和林肯号 美国海军近阶段的航母部署 可以说经历挫败之后的挽回颜面 从3月27号到5月4号 美国海军没有一艘能够在太平洋上航行的航母 直到5月5号 里根号离开日本横须鹤 这场被动战争才得以扭转 而之前只有辽宁舰才有能力进行海上部署 这对五角大楼来说是巨大的刺激 因为航母是美国维持海上霸权的重要力量 自1月17号起 美国海军开始在亚太地区部署罗斯福号航母 但该舰随后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 最终导致1100多人被确诊感染 从3月27号开始 该舰就一直在关岛基地进行隔离 直至5月21号 罗斯福号航母离开关岛阿普拉海军基地 结束隔离期 但实际上从4月底开始 陆续就渐员返舰 开始进行重新部署的各项准备工作 而从5月5号开始至5月14号 里根号航母在菲律宾海试航后 进行了一次1000吨武器和弹药的补给工作 并于5月15号返回日本横须鹤 做短暂休整后 里根号于5月21号再次启航 开始2020年度作战部署 里根号和罗斯福号航母在西太地区 再度轰轰烈烈地集结 100架固定翼战机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按照美国海军的规定 每艘航母每天可起飞和降落 150架次固定翼舰载机 因此具有与中等国家空军相抗衡的实力 美国是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但对外军事威慑依然没有停止 彻底暴露其霸权的本质 当美国海军7艘航母满血复活 刚露獠牙之际 就在5月25号关键时刻 有网友拍摄到 此前停泊在大连造船厂的山东舰再度启航 不知这次要执行什么军事秘密任务 引起许多网友无限遐想 我们下午